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PyCon Taiwan 2023 Day 2的活動 我是本屆大會的主持人Kwon 首先再次感謝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大力協助 也感謝今天的Kino Speaker 我們今天的Kino Session 照常舉行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我們的主席溫妮跟伯俊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yCon Taiwan 2023 Day 2 event I'm your host, Kwon Thanks again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lso, thanks to our today's keynote speaker to make our Day 2 event go as planned Next, let's welcome our Chairs for this year, Winnie and Bochun 好,大家好,我們是今年主席,我是博俊,他是Winnie 我們負責接下來的開場 首先就像剛才阿寬講的 我們今天的Kino是繼續照常舉行 那再來大家相信大家讀恩晚都有看到我們的天氣預報 這個真的非常的乾 那也幸虧我們現在能夠如期舉辦 如果大家上個禮拜有關 或是這個禮拜有關注一下天氣預報 應該就會發現 基本上每天的颱風變化都不一樣 我們的心情就跟過山車一樣 每天都在洗澡他不要放假 那再來是一樣重申一下COC的部分 我們有三個主要原則 第一個是請不要去騷擾別的會眾 然後再來是彼此欣賞以及體貼他人 這三個原則 再來是領午餐的部分 昨天可能有些會眾沒有注意到 我們午餐在左右兩邊的長廊都有領取 所以如果你發現其中一邊的走廊的排隊人潮過多的話 可以換另外一個走廊 那再來的話我們發現 昨天有很多的會眾可能是沒有去領到紀念衣服的 但是他們的票種是有含衣服 那今天的話還可以去 今天是領取的最後一天 那可以到三樓的右手邊的紀念庭他會去領取 那再來是一個比較嚴重的事情 就是請大家不要去攜帶飲料到會議廳裡面 不管是哪一間 你可以用那個杯子裝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紅茶、綠茶、咖啡那些飲料 請不要攜帶到議程廳裡面 如果我們有志工有發現的話 我們會提醒你請把它拿出去 謝謝 那再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我們兩位Tutorial在這兩個禮拜都先後表達說 無法參與今年的活動 所以說我們今天R3是沒有任何活動的 Tutorial直接取消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不用去R3 我們那些門已經關起來了 好 那我們來recap一下昨晚的活動 那首先是塗牙牆 那塗牆想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現在上面寫了非常非常多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的話 今天也可以再補上你的到此以後 或是一些你的紀念 那這個也是我們大地遊戲其中一項直線人物之一 在上面寫上你的留言 就可以參與其中一項大地遊戲獲得正章 好 那再來是Lightning Talk的部分 那如果參與到昨天Lightning Talk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內容其實蠻精彩的 我們其中有一位講著他 甚至在排上現場表演用陳氏瑪加唱歌 唱了2001年的流星花園的經典主題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沒有的話以後可以看我們的影片 再來回顧這一段 那再來是也幫Pycon APEC宣傳一下 那今年Pycon APEC的售票是在9月6號即將開始 那幾天後 那再來是PyNight PyNight的部分我們昨晚舉行還蠻順利的 感謝大家願意再不畏風雨的參與 那我們順強準備了Pizza以及音樂表演 那現場甚至還有人帶動大家去跳舞 昨晚參與人數也蠻多的 還有提供酒水 那如果大家覺得不錯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填寫溫卷 我們明天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年的 第一屆主席提供的紀錄片 我是YYC 我是Pycon 2012和2013年的主席 2014年的Pycon總招Tim 2015年的主席Kiss 2016年的主席Mark 1718年的主席TP 2019年的主席Ty 2020年的主席 Joe 2021年的主席李偉 2022年的主席David 2023年的主席 智佛俊 我是Mini 我們很明顯的是一群信仰的人 Python除了它在語言上的特色 還有社群上面是一個是有聚合力的 台灣的Python社群或是Pycon的這些活動 是辦得非常精緻非常用心的 滿期待就是大家只要提到Pycon台灣 大家其實是有共鳴的那種感覺 每年都有這麼多優秀的心血加入Pycon 那一定有哪一些人哪一些事我們是做對了 然後創造的價值 規模很大 然後整個體驗也都很棒 那的確把Pycon拉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 其實滿有趣的就是你打開Email突然收到一封信 然後說要請你成為隔年的Pycon的主席 他們就是各種的催眠跟洗鳥 讓我覺得我好像可以升任挑戰看看 是覺得很興奮 是希望說可以藉由這一年一年的Pycon 讓全台灣有在用Python的人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在那個位置看可不可以再額外做一點事 某些東西想法然後變成現實的一種成就感 我希望能夠把那個旁邊都是寫Python的人的這種感覺 這種感動能夠跟我們很多朋友分享 感覺是開始有人在用 但是卻並不是一個讓人覺得很有用的東西 如果你跟老闆說你覺得這個事情用Python來做會比較好 他可能會認真的考慮是不是要另外再找一個人來取代你的工作 我覺得最難的點其實是疫情 原本的假定是實體聚會 但是後來COVID-19出現了 一邊籌辦著實體聚會 但是一邊又要去想著我們什麼時候要switch到備案 就是線上參與的部分 就是很手足無錯啊 這個整體來說當年辦下來大概會有種辦了兩年大會的感覺 那也因為疫情的因素 從真稿開始到在售票階段其實壓力都蠻大的 最大的支出應該都是場地問題 很多通貨膨脹問題 在預算甚至是支出方面 我都要很認真去審查 才知道今天能夠成功舉辦 過的人那時候大家都是很喜歡寫Python 只是對於籌辦活動的能力跟經驗就比較不足 事工都是慢慢的會有自己的事業 然後或是家庭的問題會需要退出 怎麼樣去驅使其他人替你完成你想要達成的目標 怎麼樣跟所有工作繁忙的人一起好好討論說 什麼事情應該要及時完成 日志工之間彼此有一些意見不一致 常常有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那都是挑戰 但是社群組織其實最有價值的 就是很多人在一起 把我們在乎的事情做起來 在社群裡面去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太追求事情的完美 你可以稍微更信任你的隊友一點 從他角度思考 他的利益可能會什麼 他想要求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其中 就有哪些剛好跟我們組織的目標是充電的 要把人跟問題去做一個分開 想辦法站在他的角度上面去看問題 減少一些管理的架構 反而可以讓他一次接觸到比較多的事情 還可以成長比較快 要讓台灣這邊能夠跟APEC有更多的聯繫 擴大交流 而且是盡量專注在Python本身的事情 很喜歡我們的Spring或者是OpenSpace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動 去傳遞Python 不管是年回或是社群的價值 讓更多外圍的朋友能夠來認識Python 我會想要去比較特別的場地 比如說去日月潭啊 我們恆春啊 因為對我來講Python台灣就是一個 大家要玩得開心比較重要的 能夠把這個國際化的社群 能夠更緊密啊 然後更深入的連結在一起 那一定是非常迷人的 Python台灣2023 歡迎你參加 Python2023等你來參加 先參加過 再看你喜不喜歡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Vinny 然後很感謝就是過去的十一屆主席 就是請來幫我們就是講一些話 然後勉勵大家這樣子 然後其實今年是Python台灣舉辦的 已經是第十二年 然後已經滿十一週年 然後在過去的籌備啊 從一開始可能只有幾十個人到今天已經有達到五百多人的規模 那當然最先感謝就是所有就是會眾們的支持 然後也希望未來可以繼續為這個Python社群做 就是做貢獻這樣 好 那我接下來就是為大家講一下一些今天的接下來重要的議程 像今天我們首先接下來就會有一場是由政大學務長蔡龍教授為我們帶來的Keyno 然後這在Open之後就會直接舉行 然後我們今天一樣有準備slido以及共筆的資訊 請大家可以多加利用 那在下午的時候還有一場panel discussion 在3點40開始 那這次我們是邀請到蔡教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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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幫我去領取左上角這個就是我們的白板 然後你可以去寫你任何你想要講的主題 然後取完之後你就可以到一個桌子上坐下 然後如果你有看到你有興趣的主題的話 就可以直接參與討論 那這一切的東西我們都放在現在的紀念品對面的結緣品 就是交換去那個桌子上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到這邊領 然後左上角這個是我們open space的那個報名表單 這上面目前已經有蠻多就是主題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幫我做填寫或是報名的動作 然後在今天的下午5點20一樣我們會舉辦Lightning Talk 然後我們今天的就是報名階級日期是 報名階級時間是下午的1點 在2點我們會抽出來然後4點45分正式開始舉行 然後一樣的話我們只給每位講這5分鐘的時間 然後請大家就是把握時間 那最後跟大家講一下大地遊戲 我們昨天有稍微統計一下 就是所有剩下的就是我們有一份就是全部破關的完成禮 現在只剩下50份 就請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破任務 那一樣我們的大地遊戲攤位是在我們剛剛紀念品攤位的左手邊這邊 就是我們有許多主線任務的獎勵以及支線任務的獎勵 就請大家再把握時間 那我們最後的結束時間會在下午的3點 好最後再跟大家宣傳一下我們的PyCon台灣 有許多的社群平台 包含Facebook Instagram LinkedIn 以及YouTube 然後如果大家就是這兩天有發任何無貼文的話 歡迎直接tag我們 或是hashtagPyCon台灣 PyCon台灣2023都可以 那再次感謝就是開放文化金經會 以及中研院資訊科選救所的協助 好那最後就是感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今天的時間 再去各個去聽各個議程 然後以及交流找到更多朋友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各位好 感謝Winnie跟柏俊 也感謝各位主席 過去為打造PyCon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今年也會盡力將這樣優惠黨的傳統好好傳承下去 那麼容我再次提醒各位 我們這個研討會共有四個會場 R0、R1、R2跟R3 R0是主會場 也是各位嘉賓現在的所在地 R1跟R3呢 在主會場的左手邊 而R2呢 在主會場的右手邊 另外 以下有幾點注意事項要提醒各位嘉賓 第一 誠如Winnie和柏俊剛剛所說 議程廳內皆不開放飲食 僅開放飲水 謝謝 第二 左右手邊都有洗手間 第三 議程開始後請勿從前門進出 第四 今天所有的議程 皆有提供共筆與Slido連結 大家可以使用OPAS或是Bash上的QR Code找到 第五 Slido僅供針對演講內容提問與回答 最後 PiCon台灣遵守我們PiCon的行為準則 我們致力於為所有人提供無騷擾的會議經驗 包含數位場域 我們不容許任何形式騷擾任何參與者 不容許任何的騷擾和性別歧視 種族主義或排他性俏化 本公約適用與參與者在PiCon台灣相關場域中的一切言行 如果您違反PiCon台灣的Code of Time Docs行為準則的話 PiCon台灣對您的與會權益具有最終解釋權益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OK We appreciate the chairs for their efforts buildingPiCon and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such a fine tradition May I remind all of you again There are a total of four venues for this conference R0, R1, R2 and R3 R0 is the main venue where you are currently located R1 and R3 ar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main venue R2 is on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main venue Here are a few points to note First, please refrain from eating and drinking inside the session halls Only water is allowed Restrooms are available on both sides Once the session starts, please avoid using the front door Links to collaborative notes and Slido for all sessions today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OPAS or the QR code on your badge Fifth, Slido is only used for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wards the talks and speeches themselves Finally, PaiCon Taiwan is committed its code of conduct To providing a harassment-free conferenc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Including online platforms We do not tolerate harassment or any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racism, sexism or exclusionary jokes The code of conduct applies to all participants' behavior within PaiCon Taiwan's related spaces If you violate the code of conduct, PaiCon Taiwan holds the final explanation right to your ticket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collaborate in maintaining a positive environmen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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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